你敢相信吗 当中国选手从高空中狠狠地摔下了之后 场边的日本选手竟呲牙咧嘴地嘲笑了起来 难道就因为他拿到54.485分就如此嚣张吗 还是说他以为他的队友拿到了全场最高的55.8分就能赢定 就当他们还沉浸在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的时候 我国的另一位老将刘玲玲挺身而出 用骨子里自带的康日霸 上演了一出杀鬼子的好戏 这是2019年蹦床世界杯的女子决赛现场 本场比赛中国队采用了一脑带一新的形式 派出了94年的刘玲玲和01年的林倩奇参赛 其中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无疑是日本的两位选手 虽然他们的综合实力不如我们 但依然是如此的嚣张跋扈 看来还是得我们中国队来收拾他们 那下面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比赛 率先登场的是日本选手羽山牙虎 看看他究竟有几斤疾 这里才开始进入正式的难度 他的发挥算是中规中矩吧 最终裁判给到了54.485分 看着他的实力也没多强啊 怎会如此的嚣张 劝他还是回去学学怎么做人再出来比赛吧 接着就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牵离子 作为日本队的后起之秀 他的实力也是不可轻视 果然他的整套动作难度比与山牙虎高上不少 最终裁判也是给到了很高的55.8分 而这个分数也是出场选手里面的最高分 下面就到了中国选手林倩奇出场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 注意看 当中国00后小将林倩奇出现失误 从高空中摔下来之后 场边的日本选手竟呲牙咧嘴的偷笑 不过幸好林倩奇没有大碍 但这也意味着他的整套动作到这里也就结束 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林倩奇 还是欠缺了一些大赛的经验和临场的调整 而此时日本队已经嬉皮笑脸 以为这枚冠军稳操胜权 然而接下来出场的老将刘玲玲 直接用绝对的实力 一举打破日本队的冠军吗 轻隐 正 标准 你看 这我们的动作吧 特别的轻 世界本没有奇迹 如果有 那一定是来自东方的中国红 刘玲玲力排重难 永征上游 用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 达到了全场最高的57.5分 这个分数不仅打败了嚣张的日本队 更是超越了领约奥运会的冠军选手迈克文南 成功将这枚世界杯金牌收入囊中 同时也为自己的小师妹林倩奇出了一口恶气 随着国歌奏响 国旗冉冉升起 让我想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已经不再是那个小日子随随便便就能欺负的时代 他们对我们干的事情还历历在乱 劝他们还是乖乖做得好 不然他们没什么好补的事 最后别忘了给我们的刘玲玲和林倩奇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